繼續來到中華 基督教病院第七基 醫療大樓的神經的工庭 說這個地基來威康 一個月竟然發生世界的磅臘 還有人殺到的隔壁 中華管政府民靈停工來調查 在府省的基民人為 就是這個病院的工庭 被引導的拼刀來拼開 土甲民也來啟啟 所以才啟 大家照照病院去抗議 要求病醫要跟他們背上 三、四十人到中華基督教病院 斷門口也被捕掉控制 他都是在中華基督教病院第七基 醫療大樓生氣的工庭附近的基民 有十棟房可能是因為工庭受損 房間閉起你很大胖 還有土甲幫抓不到病 只放在上面的四個人 甚至病醫的工庭一個月就踏入四百 還有人殺到的空裡面 基民住得很不安心 雖然管政府已經要求病醫停工 但是他也會煩惱說 若是學工也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 我也有要求他們健康 他們在這個部分 可以做最安全的處理 畢竟我們也沒有希望這種工庭 發生均衡的問題 病醫那方面說 已經請專業的技術來賓國 只要是工庭造成的孫海一定會負責 四港的單位也會安排基民去住理館 在這裡是說把他們當作廚 但是廚房不就好好的 所以可能因為工庭揮損 基民希望說病醫可以趕快拿出 危險的價位 管政府也已經開始協調處理 在某些醫院 這方面還是要求 從這方面在某些醫院